您好 而且中共在引述他的话的时候 制造的预论好像是国际科学家 以及科学界的名流 都像爱德华兹一样赞成 支持中共关于这个病毒起源的说法 没想到今天瑞士驻中国大使 直截了当地指出 瑞士根本就没有威尔逊爱德华兹这个科学家 中共是在扯谎是在造谣 而且是在污蔑瑞士人 所以瑞士大使要求中共盗窃 并且以后不得再这样栽赃陷害 中共到现在为止只能装聋作哑 硬是不回应 不管是那个华春莹还是那个耿爽 都没什么 就说对这个问题拒绝回应 说讲家装没听见 这个网友们这拍掌大笑 说瑞士这一巴掌大声响 居然把中共给打晕了 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 中共从来都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尤其是耿爽 华春莹这一对男女 更是信口吃黄惯了 但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到现在没有一点回应 而且呢 这个网友呢也纷纷分析说 中共的媒体呢实在太无知 也就中共媒体呢 你别看他把中国人都唬得一愣一愣的 但是呢 他们实际上都是认知低下 比如说他这个造一个瑞士科学家的名字的谣 但是却用了英国人的名字 而且呢 把英国人最常用的这个名字的姓氏和名字颠倒了过来 所以呢 这就让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瑞士人还是西方人 欧洲人美国人 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共在编造 这个手法呢 就是过于拙劣 就像比如说西方或者非洲 假如有比较蠢的这个记者 这个编文 所以用中国这个政治家静平习 或者中国这个科学家静平习的说法等等 那中国人一看了就会哄堂大笑 因为这简直就是鱼头不对马嘴嘛 因为第一呢 中国没有姓静的 第二呢 这个习呢 一看就是姓氏 你怎么能给他放在最后呢 对不对 就算习近平是头猪头 你也不能这样这个乱编 这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 对不对 如果呢 中共呢 硬是这个 硬是说呢 这个威尔逊爱德华茨是美国科学家呢 那倒是能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因为呢 美国大使馆几乎是太忙了 就是说他没有时间回应类似的谣言 因为世界各国呢 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 还是这个伊朗 还是委内瑞拉 还是这个伊朗 都喜欢这个污蔑美国 所以说呢 美国大使馆一般来说呢 都有重大的事物要处理 对于这类的谣言 一般来说是概不回应的 瑞士人呢 就跟美国人不同 它是一个小国 跟它有关的事物不多 而且瑞士人以认真为名 瑞士呢 作为一个生产钟表的国家 它是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 虽然瑞士的人口只有八百多万人 但是瑞士人的自尊性极强 绝对不会容忍中共对他们造谣污蔑 这个事件反映出来呢 其实中共几十年来呢 媒体都是按照这个套路来造谣的 也就是说中共引用的外国科学家的名字 甚至外国的这个报纸的言论 杂志的言论 多半都是胡编乱造 他会引用几句话 刺势而非的话 然后呢 就加上自己的谣言和谎言 这样就搞得呢 好像只是外国专家 外国科学家的言论 其实呢 通通都是中共的谣言 而且呢 中共的谣言呢 一般来说呢 都是低级的 拙劣的 就说只能哄骗 这个愚昧的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呢 生活在中国 他从小呢 就被共产党洗脑 他所接受的所有文字信息 都是中共专门用来洗脑的 用来欺骗的 中共呢 之所以封锁网络 干扰国外电台的广播 禁止国际报刊 就是因为害怕中国人民 发现中共几乎都是谎言 我现在回想一下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就是中共的言论 几乎全是谎言 中共的新华社 99.99%都是谎言 中共的所有电台 报纸杂志 以及网络媒体 也通通都是谎言 就像人们常说的一样 中共中央宣传部 除了日期是真的 其他通通都是谎言 中国呢 是人类历史上 罕见的一个谎言组织 几十年来 一直不遗余力的 在扯谎 在欺骗中国人民 不遗余力的 不遗余力的 判断上 这个人 我